输尿管结石鉴别诊断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薛玉泉 闲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输尿管结石需要跟 所有能引起输尿管梗组的疾病鉴别 输尿管结石它引起症状 就是一个梗组 因为输尿管被结石堵住以后 尿液引流不长引起这个症状 所以说任何引起输尿管 引流不通畅的疾病 都是需要跟输尿管结石鉴别的 比如说我们输尿管肿瘤 有些输尿管肿瘤 特别像有些输尿管吸肉 它表面也是可以形成结石 所以这种病人 也许我们拍了个片子 做了个B超 我们看到了结石的一个真相 实际上也许我们就把这个 肿瘤给它漏着 因为这部分病人 也许它就是肿瘤表面形成结石 当然还有我们输尿管 外部的一个压迫 比如说我们妇科有些疾病 子宫内膜异味 特别巧克力囊种 它可以在输尿管外部 压迫输尿管 造成一个输尿管的一个梗阻 也会表现出肾脊水 或者是肾脚痛的一些症状 还有 比如我们有一些 前列腺增生的一些病人 他因为排尿困难 他也会引起一个反流 引起一个肾脊水 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肾脊水 会考虑到有没有输尿管结石的可能性 当然这些病人 也许不是输尿管结石 但它还可以引起 跟输尿管结石相似的一个症状 就是管腔内 管腔外 所有能引起输尿管耿阻的这些疾病 是需要跟输尿管结石进行鉴别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